居静一的行为到底有多令人不理解 舞台上自黑还不忘拉着别人示范 在镜头面前这样撩别人裙子有点不好吧 在拍戏时不小心蹭破了膝盖 不仅要一群人围在身边照顾 甚至还要求坐轮椅 告示在回忆演戏经历时 她的描述却很令人反感 我天天都在受伤 我敲个门我就会受伤 因为她那种监狱的墙 都是那种上面颗粒感很重 上面颗粒感很重 而会敲进去肉 拔半天拔不出来那种 拔不出来这也太夸张了吧 吃个米馅都能自导自演一出大戏 我说特别爱吃米馅 好无聊啊 我好生活啊 对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米馅 我感觉我好像说一次超级无聊的口语话 对 原谅小孩真的不懂 笑点在哪里啊 听到有人年纪轻轻就会脱头时 他是这么说的 吃个面包都能嚼八十多次下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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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口面包嚼这么多次看着都累啊 居然一自己没多高 竟还嘲讽队友矮 自己就很闷啊 皱身高 皱身高 没有人家说的是丢啊 皱身高 你想唱什么 觉得 干嘛啊 你说证明自己的时刻 就是在这种鞋 不能赛真高鞋的时刻 而贾玲砍传了一切 来 没事 这是最有心机的女孩 哈哈哈 啊啊啊啊啊